我抓 你抓到 我抓 我抓到了 给我 那是我的 给我给我 叫不叫不 那是我的 你们给我放下 哦 紫色变狗了 糟了 这就是什么 石头怎么在发光 哦 我的指头 就不变成蓝色了 我的是红色 我的是紫色 这是五彩石 给你们的超能力 蓝色17 蓝色风暴 紫色魅惑 你们要好好用这个超能力 哎 太好了 我有超能力了 只有我没有超能力 想听你 我也想要超能力 小心你看 你的翅膀是白色的呀 我的翅膀本来就是白色的呀 不是的 这是你的特殊超能力 哇 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知道 小朋友们 我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白色死神 听起来好厉害 你的白色死神 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可以收回所有的超能力 哈哈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我的超能力 嘿嘿 让我看看 我的超能力有多厉害 红色风暴 哈哈哈哈 真好玩 你们爆炸头的样子 真好笑 哈哈哈 小辈 太过分了 不要把其他人都变成爆炸头 看我的 蓝色妖精 英雄可以受委屈 但是你不能猜我的气耳吸 我可真厉害 我要把童话王国 变成蓝色妖精王国 哈哈 你看我的 紫色魅惑 红色风暴 这个时候 怎么能没有蓝色妖精呢 蓝色妖精 上 这是红色风暴厉害 你的紫色魅惑更好 你们都别争了 最厉害的 还是我蓝色妖精 英雄可以受委屈 但是你不能猜我的 切耳吸 桃花王国 怎么乱成了这个样子 不可 是小辈他们在乱用超能力 小雪 快用你的白色死神 搜搜它们的超能力 哈 白色死神 对 说不回事 我们的超能力没有了 你们太过分了 我把你们的超能力都收走了 行行吧 还我 小雪 快把五彩石给我 别给他 给我 小雪姐姐 别给他们的 给我 哼 你们用五彩石给的超能力做坏事 我才不给你们 而且 你们以后 也不能再做天使了 只能做普通凡人 不要 我们知道做了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超能力 你们会去做什么呢 看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 下次再见